這次在您看到的是前衛生署署長楊志良 27日為郭台銘站台的時候 因為失言引發了爭論 那麼對此在昨天下午受訪的時候 楊志良他堅決是不道歉 而且還反批蔡政府是施政造成了家暴 虐老還有虐兒案件是頻傳 不過到了晚上 楊志良又發出了一個聲明改口了 他說曾經經歷過家暴的人道歉 不過他也強調說 不會對這個造成人民水深火熱的蔡政府來道歉 要道歉的是蔡英文 為什麼我要道歉 我一個老百姓不能講話嗎 聽到總統府要他道歉 前衛生署長楊志良起到拍桌 你總統要我道歉 我就是不道歉你要怎麼辦 你總統派人把我抓起來嗎 關起來嗎 楊志良27日替郭台銘站台時宣稱 台灣家暴等問題頻傳都是因為 沒辦法修理總統蔡英文與行政院長陳建仁 讓府院跨黨立委同聲譴責 對此楊志良在28日下午的記者會上 堅決不道歉 更反批蔡英文政府把台灣搞得水深火熱 為什麼那麼多青年人一萬個人要自殺自殘 為什麼那麼多人晚上睡不著覺 為什麼年輕人都是心思倒退那麼多 楊志良更表示台灣男性精蟲越來越不行 女性還得去動軟 都是因為蔡政府開放吃萊豬吃何時害的 若他們不服楊志良也願意對不公堂 楊志良不改大炮性格持續狂轟蔡政府 即使各界都讓楊志良道歉 但他仍堅持自己沒有失言 我只講我自己認為對的話 那你們可以我講任何一句話 你聽了不爽就說我失言 我哪有失言 不過28日晚間楊志良態度卻180度大轉變 並發出聲明表示 對於有經歷過家暴的民眾 因他的家暴說而引起不愉快的心境 深感抱歉 但對於蔡政府的批判楊志良仍堅持 絕對不道歉 不過對於楊志良所引發的這番爭議 郭台銘的近半發言人黃世修 昨天就回應了 他說他會建議楊志良應該要公開道歉 但是他也點名了時代力量的黨主席王婉鈺 說他不應該將家暴的議題 作為政治的鬥爭 那王婉鈺是立刻透過臉書反擊了 他就強調自己為弱勢者的努力 一切都是可受公平的 批評說黃世修 他是寧願為了選舉而扭曲事實 我們希望立法委員能夠專注立法職責 讓弱勢者受到保障 不希望某些人又用一貫的手法 以政治鬥爭轉移政策焦點 掩飾民進黨的執政無能 謝謝 我覺得這樣的說法非常的荒謬 在立法院裡面關心弱勢 是我責無旁貸的責任 在精神衛生的推動上面 我想我比任何一個立法院的委員 都是更加的認真持續來關注弱勢 也不只是在精神衛生的領域 像是喊病的問題耳哨的議題 犯罪被害人的部分 我都是跟被害人跟這些弱勢 站在一起的 所以我希望他才是 我希望他能夠好好回應並且成績 更希望他能夠為此提出道歉 真正在政策攻擊 真正做政治攻擊的是他們 而不是我 同時我也希望郭台銘先生能夠回應 他是否認同楊智良的發言 是否認同黃世秋的發言 他也應該要告訴大家 他的想法是什麼 好 接下來轉換焦點帶大家來看到 對 接下來看到這一位 相信大家死去的記憶一定被喚醒了 沒錯 那就是今年的電影唐伯乎點秋香 柴依你有沒有看過這部電影 當然啊 當年就是只要電視台上面有重播 一定都會停下來看一下 對 也是必重播必看一遍 這個呢他是演過 這個唐伯乎點秋香裡面的 一個奪命書生的 這個香港武打片的男星 劉家輝 真的我還記得他那個 在那個奪命書生裡面的那個經典招式 面目全非角 對 那個是真的是印象深刻 對沒錯 那其實呢在近期啊 他在2011年的時候呢 他因為中風跌倒撞傷了腦部 那呢導致他半生不遂 口齒不清 現在是住在療養院 而且呢也是近年一直傳出 他可能已經逝世的消息 不過呢他最近迎來了68歲的生日 而他的近照也罕見曝光了 據香港媒體報導 近年頻傳梁家輝逝世的烏龍死訊 導演李立池在27日曬出他的新照 碰文喊出家輝哥 劉家輝祝福生日快樂 身體健康 而在照片中 劉家輝的頭髮是滿灰白 臉頰飽滿有氣色 對著鏡頭比讚 露出淺淺的微笑 看起來很有精神 他帶著好氣色露臉 也間接打破了死訊的謠言 不少大批影迷看到了 也湧入留言來祝賀 帶大家來看到另外一期 演藝圈的好消息 藝人李妍謹 最近呢他是大方認愛了 他還透露說他的男友 綽號叫做小人物 而且呢他說男友最近呢 已經對他就是線上的鑽戒 向他求婚了 不過呢他在昨天直播的時候 他就說他還是希望就是男友 雖然說他已經認定他了 要跟他擒簽一聲 可是他還是希望男友小人物 可以對他好好的求婚 李妍謹說 我們本來要去玩 後來我就看他拿出GIA鑽石 還看到車上有很多的煙火 而且家人們都在 一眼就被我識破 他是要求婚 根據了解李妍謹的男朋友 是珠寶鑑定師 而李妍謹也笑說 他堅持要有正式的求婚 才能點頭 之前有一次李妍謹生日的時候 小人物就送他價值10萬的LV包包 李妍謹說 後來我在他家廁所洗澡時 不小心滑倒了 他就被我念說 廁所怎麼會沒有防滑電呢 沒有想到隔天睡醒之後 整個浴室都鋪好防滑電了 讓我非常的感動 但是男友是圈外人 他不太願意曝光 不過媽媽也很滿意他 我也很想要做人動卵跟月子中心 都已經找好贊助了 李妍謹近幾年來 幾乎遠離演藝圈 一心在直播帶貨的領域上打拚 現在他的事業進去穩定 直播觀看人數也越來越多 接下來就等跟男友正式結婚之後 要生個大胖兒子 中國好聲音自從李文的錄音檔曝光之後 種種的黑幕都被大家給起底了 那他在25號的時候就宣布了停播調查 不過這個決定就影響到很多家的贊助廠商啦 粗工呢至少會有7家的贊助廠商 他們會有財務的損失 而且總計是超過了5億人民幣 大約呢就是22億的新台幣 那也有不少的網友就放話了 說如果這些贊助商他們不撤資的話 他們將會號召抵制中國好聲音 持有中國好聲音版權的 星空華文港股在節目宣布停播當天 股價就急劇的下跌了17.9% 而且自從18號這個節目爆發 一連串的風波以來 星空華文港股的市值 就已經縮水了276.8億港幣 大約是1120億元新台幣 股價暗跌56% 除此之外 目前一共有7家的廣告贊助商 支持這一季的中國好聲音 贊助金額高達5億人民幣 大約是22億元新台幣 由於近期爆出的不良新聞 這一些贊助商的品牌形象 也受到了網友的批評 而隨著節目被宣布停播 參選文化也可能需要面對巨額的賠償